幸福不死,路难为夷,中共不灭,灾难不止。 正是在中共内部实施双规的非法办案手段,既在规定时间,规定地点,交代问题。 双规不需要法律程序,不需要证据,没有期限,没有法定底年,没有身体检查记录,没有监控,不得见家属,不得请律师,完全非法剥夺人身自由,被双规者几乎都会遭受酷刑。 第八十二罪 强制结汇 1994年,中共实施强制结汇制度。 该制度规定企业和个人必须将外汇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,国家用增发基础货币的方式购买该等外汇。 这实际上使得国家没有成本获得外汇,形成国家外汇储备。 中共外汇储备余额最高达4万亿美元。 到目前,还有超过3万亿美元。 中共控制和无约束使用该等外汇,可以在全球大肆收购、行贿、撒钱。 第八十三罪 土地财政 1994年,中共总理朱镕基主导税制改革,将土地所有权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,占比高达60%,引发了土地财政。 中共历年累计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60万亿,导致地价和房价连年高涨。 第八十四罪 认定班禅 1995年,中共认定五岁男童雀吉洁布,俗名奸赞诺布,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。 同时软禁由达赖喇嘛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,根登雀吉尼妈。 这是中共公然干涉西藏的宗教自由。 第八十五罪 网络防火墙 1998年开始,中共每年花费巨额纳税人的资金开发,部署和使用互联网防火墙,将中国民众于全球互联网隔开,使中国民众得不到自由的信息。 共产党扭完球弹了 第十四网 网络防火墙